很不一样的电影 因为里边有很多的很时尚的元素 还有一些僵尸啊等等这些东西 再加上是两个男演员也都非常的优秀 一个是王千元还有一个是景渝 两个人在里边配合的也是非常的默契 我相信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看点 本身呢他应该在在我这个枪炮里面应该扮演一个很机智的一个人 但是实际上本身他有他自己的特点 所以说最后呢他和整个的影片来讲的话 他完成了一个就和我想象中不一样的那样一个角色 但是整体看来也是非常非常OK的 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觉得感觉就很好 包括在现场的时候 因为他有很多的粉丝嘛 他也不是像我想象的像是一个明星一样的那种感觉 在拍戏的时候也都是非常非常认真 也很朴实 我觉得他肯定之前也经历了很多的不容易 所以说他面临着整个的这样一部电影来讲 本身他自己就有一种特别珍惜的这种感觉 我们整个在拍摄的过程中呢 他没有呈现出来是现在年轻人的那个样子 就是更像是一个有经验的人 实际上可能更是他心里边的那种 对于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吧 我觉得说还是很珍惜的 首先他很年轻 这是一 再有一个呢 当时呢我们也是看了 因为就其实我应该是第一部的算是有一点点在有商业性质的电影 景欲也是很 就是在整个有微博啊还有什么的 这都很火啊 一见面呢有一种感觉 因为尤其还都是东北人嘛 骨子里有一点点小坏的东西 但是又不是那么的凡人 尤其是再加上和王千元那样的人要去大戏来讲的话 就是说你必须你的小心思得能超越那个老家伙那种感觉 所以说他俩在一起就有一点点碰撞的感觉 所以说也就是选择井如柚 他在生活中和在镜头前呈现不一样 我觉得他在生活中比我想象的更真实 就是他会说我自己经历了很多苦难的事情 或者说我经历了很多快乐的事情 或者是怎样的 就是特别真实的一个 实际上他在荧幕上往往可能还呈现出来一点 特别沉静的东西在里面 所以说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是 因为他重拍了一场戏 第一次拍的时候 我觉得他可能还内心还是紧张的 等到了快杀青 我还有一个一场戏比较遗憾 然后我就说 我说看我们能不能重拍 重拍的时候 他就和刚开始开机的时候是截然不同的 别把自己先固定在一个条条框框里面 总之才25岁 未来道路太宽广了 希望你认认真真的 踏踏实实的走好每一步 人生有一万个角色等着你去体验 做演员来讲的话 最幸福的就是能把每一种人生都过得精彩 珍惜每一个电影赋予你的角色 你一定会更成功的 祝你25岁生日快乐 我觉得我拍剧是一个慢慢喜欢上他的队景 他不是那种很精明的 很来势或是在现场很激情 或者是好像会表达出他很想要的演员 我其实蛮幸运我觉得我第一次跟他合作是一个篇幅比较长的剧 因为我觉得我反而能花很长的时间去认识他 他其实是比较慢熟的 也不会去争或是去企图性表现的强烈的人 但也因此他用他的方式在努力跟推进角色 我觉得我反而会跟这个剧的内容 你看观众一样的在拍摄他的过程之后 慢慢的知道怎么样去把他拍得更好 也慢慢的了解他想塑造的角色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他是一个很认真也很真诚的小孩 但是他不是那种会去记很多招数 或者是找一些捷径把表演做好的 所以相对他没有那么快 他需要你给他时间 他会用他的方法讲到对的方式 然后我是急性子的 我就一天到晚催他 说实话啦 对他的批评 或是对他的就是一些 有的时候一些比较恶毒的话 我每天都有讲 对他的夸奖的其实倒是都藏在心里面 因为今天刚好我们在录生日会上的东西 我其实我没有当成他的录讲过 我跟你说 其实他真的把这角色演得很难迷人 我自己在镜头前面 都会觉得他举自己的这个角色 非常的要有一个活动性 因为我自己也还是在成长的年轻导演 没有啦 我觉得我希望他这个心能够一直保持下去 因为说真的 我们在找锦虹合作的时候 锦虹确实有的事业很多 甚至我们在泰国拍片 他在东南亚一带的精力度也很高 但我觉得锦虹最难能可贵的问题 不会只想追求流量或是追求红 他对于好作品的可求力的付出还是比较重要的 我觉得他年纪还很小 我希望25岁开始他能够再多尝试很多种可能 不要急着流量也不要急着赚钱 因为他的条件他将来会得到他想要的东西的 但是现在的他遇到更强的人他就会更进步 因为他是一个欲强折强的人 我希望杰爱我有把他拍好 我希望他成功 我希望杰爱之后很多创作者很多公司都会看到他 能够给他很多选择 让他能够在这条路上有很多更多的发挥 所以我会努力把杰爱剪好 希望是成为他25岁的生日女士 这一期时间的小则刑图就是特别帅 个人特别高 然后眼睛非常干净 非常真诚 他的心地特别善良 然后很喜欢帮助别人 像我们在酒店里请大家吃饭的时候 警员一个人穿个背心 穿扣衣裳穿拖鞋 在那地方帮我洗这个乌语 洗流语有多少生 他那么高的个子一直撅着 我都担心他会累 但是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名字 所以我就特别喜欢他在一起聊天啊 共事啊 三年的时候 我有一种想法是想改变我自己的人生 我也希望25岁的景余开始 彻底的找到自己这一辈子想要的事 我希望他幸福 我希望他充实 希望他成功 无论怎样 我希望我们永远是朋友 我希望你有问题的时候随时都可以找到我 祝你生日快乐 我们见识 一切是非